老外正在这里拆着手机电池 一不小心电池就冒烟了 看起来拆电池也不是很容易啊 慢慢的把电池给展开了 竟然像纸一样给折叠了起来 经过接触之后 电池又燃烧了起来 一旦燃烧扑面也不是很容易 接下来的操作就更加的干脆利落了 直接拿着割草机去切割手机 连同电池一块给切开了 在里面冒出了一些火星 这电池给割破了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危险 当然这并不会让老外停下实验的脚步 反而又想出了一些非常奇葩的实验 手机充电的速度非常的慢 这也困扰了许多人 这一次老外直接准备了四个充电器 难道这样充电的速度会提升四倍吗 发现速度确实比之前快了一点 也仅仅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点 老外就觉得充电器的数量还是太少了 这一次直接就准备了100个充电器 上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充电线 首先把这些充电线全都给剪断了 然后接在了一个插头上 用这么多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 老外也不担心会发生意外吗 这两部手机都是已经把电量给消耗干净了 看一下哪部手机充电的速度更快一点呢 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100个充电器的速度确实快了一些 相对来说这100个充电器的速度 并不是很快